比延度的話應該是第二次啦 上次在那個四樓上課 感覺好像比較 教室大概只有小一半的空間吧 距離稍微近一點 感覺好像離大家比較近 那這一間教室因為它空間比較大 不過距離比較遠 所以我可能看後面看那個 這個投影可能會比較 沒有那麼清楚啦 因為我還是希望能夠有 比較好的那個上課的效果 所以理論上當然盡量你近一點 不要看得清楚 甚至好如果那個有廣播系統的話 那切換會是最好的 因為你比較可以完整的看到 我到底在做什麼 有些細節都漏掉 那可能你會因為一個細節 沒有聽到或沒聽懂的話 你會應該再做不出來 像有一些函數 就有可能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像後面其實有一些東西還蠻難的 那如果你有一個地方漏掉的話 恐怕就會是一個問題 那今天的話呢 我想我們就開始來講 首先的話今天 我們這個幫 名稱就是Sale 樞紐分析表 基礎幫 OK 所以基礎 所以理論上 如果來報這一幫的 大家應該 程度 應該就 把自己定位在 比較高階或進階的程度 所以呢 理論上我們就是按部做幫吧 如果你們隨時有問題的話 歡迎各位隨時可以提出來 發問沒有關係 反正你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說 哪個地方可能聽不太懂 沒關係你可以 隨時跟我講 我可以再把那部分 講得再詳細一點 或者說有些地方 你可能我講太快了 講完之後 你還是 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沒關係 我可以 再說一下 或者說雲端上面 講義上面 其實有一些資源 可以稍微利用一下 OK 第一個 那今天的話 我們大概上課的綱要 總共的話 我們今天 是7個小時 所以時間非常有限 一般正規的課程 有些甚至是要到32個小時 所以我們等於是濃縮再濃縮 那我把一些正規上課的課程 盡量把最精華的部分 直接在今天 再跟各位做個介紹 那當然如果還有更細節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歡迎各位 一些東西 因為你知道 那我不是廣告 因為我YouTube上面 有一個頻道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 相關的學習的話 其實可以到上面去看一下 那很簡單 你Google那個吳老師 其實你便宜就可以找到 我在應該第一頁的第一個吧 第一頁的第一個 第三個還是第五個 一個頁面上面 就有好幾個是我的連結 另外的話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 也可以搜尋一下 一些有相關的教學 YouTube上面影片 應該我也是放最多的 OK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 相關學習的話 可以在上面看一下 另外的話 如果你有問題 歡迎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OK 這樣直接問比較快一點 好 那今天的話 大家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總共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 我當然會做一個 講這個 自己的簡介 不過我 這部分可能不用擔憂太多時間 講義上面有 你們自己看一下 我把它重點 說明一下 第二個 是參考書目 那參考書目 當然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我只是取一些 我可能平常 會比較推薦的書籍 但其實坊間書籍 這方面書籍太多了 至少超過幾十本 那我不可能說 每一本每一本 巨星迷的講 那當然我 大部分的書 我都有翻閱過 只是說我把最後 翻閱的結果 的重點告訴各位 那當然因為大家 需要的極佔力 就是說 馬上學會 馬上可以拿來用 而不是說 就是看半天 結果不知道該怎麼用 的這種困困 這種困狀 所以 基本上 他們同學 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 怎麼講 看完之後不會做 所以 重點應該擺在怎麼做 所以我會教各位 怎麼把那個 書上那些知識 快速的直接告訴你 而且馬上做出來 給你看就OK了 因為你會做比較重要 其實會做 大概就知道為什麼了 但如果你不會做 當然你也說不出 即便你說得出為什麼 當然你也說不出來 那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OK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大部分其實我懂 是因為我會做 OK 那如果你不會做的話 那你也講不出一個 所以然 OK 所以參考書部分 我大概介紹幾本 比較重要的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關那個 就是 課程的簡介 再來就是 總共會有 六個範例 那 我這邊的話呢 你解決問題 為何 其實就是 會先問大家 幾個問題 然後你試做看看 也許呢 你可以先用你的方法 OK 其實如果你不會 更好的方法 也許很多人就選擇用 土法鏈鋼 那土法鏈鋼 當然是不是好方法 等於是說 你會把以色友好好的應用 其實以色友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裡面功能其實相當的強大 甚至它可以拿來寫程式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 OK 常常說 老師那你色友能不能做 其實都可以 只要你滑鼠鍵盤 能做的事情 那裡面呢 所有的程式 都可以全部幫你寫出來 而且啊 有時候寫完之後 你一個按鈕按下去 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 比如說你一整天做的爆表 其實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 OK 那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樣把這些知識學習起來 用在你工作上 提供你的工作效率 這一點其實相當的重要 當然啊 最重要是說 你的那個時間 能夠節省下來 你就可以再去做別的 有意義的事情 第二個的話 你也不用再加班了 如果你其實一直不斷加班 大部分原因是因為 事情做不完 那事情為什麼做不完 還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啊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希望說 藉由這個課程 大家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孫友分析表 你在使用上面 有沒有哪一些 你應該知道 可是你卻不知道的相關的知識 OK 然後呢 能夠在以後使用這個孫友分析表上面 能夠更加有效率 OK 然後當然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就是說在工作上能夠提到效率 OK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有總共六個範例 那第一個範例的話 大家有請各位先報 開啟那個 第一個就是 這個 電信業的會員手機號碼 所以如果你們等一下 有時間的話 可以開啟那個範例檔 應該大家都有收到吧 OK 那你就開啟那個 練習檔 所以之後的話 我們大概會以那個 問題檔 為核心 所以你就打開 電信業者 手機號碼 那當然第一個題目的話 總共就是 一般大家解決問題 我們主要是希望能夠做出一個統計資料 統計什麼呢 統計我的會員裡面 到底不同年次的人佔比多少 一般希望 按照我們的 我們的希望 比如五年級生 六年級生 七年級生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需要取得 這個年次部分 重點在年次 那年次之前 我前面有一個 這個簡單的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呢 是希望各位 可以把後面的三個欄位的資料 把它變成一個欄位的資料 那這個一個欄位的資料 有個固定規則 這個 這後面是 一定前面是要09 然後後面11 然後一個miner 一個減個符號 再加上84 可是一定要3 因為電話碼一定是中間3碼 後面又3碼 所以應該是084 007 當然不是說叫你自己用打的啦 而是說你必須要知道 有沒有什麼樣的公式 那公式裡面當然會選到函數啦 那你要怎麼去把這個問題給解決掉 因為其實工作裡面很多 其實就是要把多分散在不同欄位的資料 把它合併成一個欄位的資料 或者是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把什麼 把某一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像這個生日裡面 這個地方是民國年 比如它70年次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70這個數字 提取出來 放在年次的地方 OK 因為你如果沒有年次的欄位的話 當然你就沒有辦法做順利分析 OK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欄位 當然沒辦法做後續的 那可是呢 要怎麼樣可以做到這一點 當然第一個有同學會想到說 那我可以用什麼 其實方法很多啦 當然要不就是你把前面的資料 看成是一串文字 如果一串文字的話 你可以用LAT LAT有兩個字 LAT是前面 左邊算過來兩個字 那問題 如果你用LAT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你看到的跟你實際上抓取到的資料 是不一樣的 OK 你會發現 你等一下試試看 LAT 絕對會失敗 OK 你想說 不對啊 70 我明明看到眼睛看到是70 為什麼 我得到的不是70 為什麼 其實常常會發生這種狀況 你看到的跟你獲得的資料 是不一樣的結果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提示一下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TES 如果你用TES 那以後你看到的資料 那就絕對 會是你得到的資料 這可能要特別是TES 這個函數蠻重要的 那最後的話 因為TES得到的資料 它是一個文字類的 因為TES不明顯 文字類的資料 那文字類的資料 如果你將來要做順頭分析的話 因為像五年級跟六年七年 這個是一個數字 OK 那如果你假設獲得是一個文字 那你用順頭分析 就沒辦法做群組 因為群組的話一定需要一個數字 所以你必須還要再做最後一個動作 還必須把文字轉換成數字 OK 如果你沒有轉換的話 那結果也是不OK的 所以這邊的話會用到 一個兩個三個函數才有辦法完成 那如果你對於這些函數不熟的話 那就會是個大麻煩 因為你沒辦法取得 你需要取得的這個資料 所以也許大家待會也可以練習看看 用什麼方式來做 那當然我會提供給各位一些 相對比較可能簡單一點的方法 OK 那再來的話 其他當然 甚至你更高階的話 甚至可以寫VBA 甚至寫的話 按大按鈕 自動就連那個圖報表 全部都顯示出來 大概會更好啦 不過我們 清除單 暫時可能沒辦法講到 那麼的深的地方 OK 所以底下的話 我們就是按部就班 一個一個的 來說明 總共有六個案例 那第二個案例也就是 那個北市的那個什麼 零售 這個市場行情 比如你想要買 買蔥 買什麼 買一些蔬菜水果 高麗菜 等等的 OK 那在哪一個市場買 或是最便宜的 的一個相關統計 那這資料來源是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OK 那再來就是住宅 切到點位 資訊 這個也是台北市政府官網 開放資料官網上面提供的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想知道一個訊息 到底台北市 私竊案件最高的是 哪一個行政區 哪一個行政區 私竊案件是最少的 最高跟最少到底差別 差多少 OK 或者是說 除了區之外 我想知道 在台北市哪一條街道 街道上面 這個私竊案件是最高的 那其實呢 在台北市的開放資料上面都有 所以我只是把它下載下來 那如果我要做一個統計的話 當然一樣 會需要遇到 我要怎麼樣取得 我要的這個欄位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你沒辦法做樞紐分析 所以樞紐分析之前 還是需要先把資料的欄位先獲得 如果沒有獲得欄位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做後續的動作 OK 其他的話還有像通訊產品的統計 問卷調查方面 問卷調查的話 假設你今天做一個問題 回來的資料 全部都是所謂的編號 上面哪個編號哪個編號 有點像那個關聯式之類 因為一般都是程式做的 所以做完之後 他就是放個編號在上面 但是如果我們要做樞紐分析的話 你不能直接用編號 秀出來 全部都編號 那你拿一個對照表 那怎麼辦 所以你可能還是需要 先把資料先幫你查回來 然後變成不是編號 而是對應的那個 那個資料的名稱 OK 你才有辦法做樞紐分析 那怎麼做 我們還是需要 花一點 在後面的話 我們再來看 那第六題的話 就是硬體零件的消貨分析 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12道問題 比如說今天我已經把資料先做好了 那老闆可能會問你說 我們公司今年度的 或是哪一年度的總營業額是多少 你要告訴我 然後按照各地區的銷售金額是多少 各業務人員的銷售狀況是多少 甚至是你最後要幫我排出一個什麼 業績排行榜 OK 比如說由高到低 等等 排序一下 那這個地方 我要怎麼樣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有資料了 那我要怎麼樣 當老闆問你一個問題 你要能夠快速的 利用樞紐分析表 回答老闆的問題 甚至呢 當你可以把報表做完之後 圖也可以畫出來 看看他要長什麼樣的圖 最簡單直條圖 圓形圖 或者是線圖 或者是等等的 這相關的圖 那你如果很快的可以把 老闆要看到 因為老闆很多時候 其實不想要動腦筋 所以你可以給我一個簡單的表 給我一個簡單的圖就好了 那現在又蠻流行的 所謂的視覺畫 就是你圖像的話 看到 就知道是哪一個多哪個少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底下的話 我有稍微說明一下 比如說 大概裡面會用到哪一些的 相關功能 那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你要做順序分析之前 恐怕第一個還是要先解決 就是你要取得資料的問題 一定要有那一個欄位產生 你才有辦法做下一個動作 那所以呢 前面的前置作業 有時候反而是更花時間的 因為如果沒有前面的資料 後面當然就不用講了 OK 所以前面的話 我們會用到一些函數 這也是必要手段 因為沒有沒辦法 你也沒辦法 所以很多時候 人家給你的Data 它都是所謂的Raw Data 就是原始資料 那原始資料呢 當然不會是 完全符合你要的資料 的那個樣子 所以你可能要把原始資料 變成你要的資料的樣子 那中間過程 恐怕還是需要用到一些函數 像我剛才有提過 比如說像Lets 像Test 像Value 或者像後面會用到一個 View函數大家都會用 可是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更快速的做的話 可能還會用到一個 叫Indress函數 配合什麼 定義名稱 OK 如果你可以Indress 然後配合定義名稱的話 哇 那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你要問卷調查 總共有十幾個欄位 那可能以前你就要土把練 慢慢慢慢弄 現在不用 你只要做一個 向右 向下 一次就OK了 感覺會還蠻有成就感的 那要怎麼做 裡面的話 後面我們在第五題 後面會跟各位再說明一下 那 那 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呃 大概 我剛剛講過啦 如果你要找到我相關事件 很簡單 你Google吳老師就好了 那上面 其實沒有買任何的廣告 所以同學問說為什麼會排在前面 其實沒有 那只是說 我比較喜歡分享 我比較激活 還有 我喜歡 把我做過的東西記錄下來 所以我會寫部落格文 但主要是我自己回頭 可以 可以 可以查看 那也因為這樣分享 他也寫上千篇了 所以因為這樣關係 反正 分享的東西 而且上面除了有文 有圖之外 還有影片 而且會放了大概 上萬個YouTube影片 在網路上面 所以 其實很容易可以找到我的東西 如果以後你們想要再延續多多學習的話 那可以 在上面看到 另外的話 我的訂閱人數大概 現在三萬四 其他我也有相關的創業經驗 其實就是把這個相關的知識融入到創 然後大家如果要能夠賺錢 一定要想辦法節省成本 那怎麼樣節省成本 其實很多後來都是要全部自動化 就不用人力 那自動化怎麼做 就要寫程式 所以其實我反而 比較專精應該是程式設計這一部分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對那個 程式有興趣同學 不妨可以再延續一點 那為什麼一定要程式 因為你現在資料太多了 你如果不懂得程式的話 你自己要變成你要像機器人一樣 再反覆做 但是電腦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幫你反覆做 你現在要做一千萬四 他瞬間完成了 那如果你先叫一個人做一千萬四 我媽媽要做多久才能完成 所以後來我想 其實用電腦還是比較好的方式 而且第二個 電腦可以不用睡覺 對不對 OK 人要不要一定要睡覺 你反而程式讓他跑 時間到就跑一下 時間到跑一下 你把所有程式都把它 setup在那邊 它是自動時間到 所以等於是說你可以 等於是 很多人的工作 其實如果把整個過程分析下來 甚至他的工作都可以把它用程式取代 這當然是自動化的部分 那下一個階段還有所謂AI AI的話 當然還可以讓自動化更聰明一點 它有學習功能 有沒有 所以現在有什麼 機器學習 還有什麼叫深度學習 OK 也就是可以讓什麼 讓那個程式又更聰明一些 OK 當然呢 未來當然 如果這些都 成熟之後的話 我想如果你的工作有重複性很高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取代 OK 因為未來老闆可能要找人的話 大家就找什麼 找那個會寫程式的人 因為一個真的可以抵十個用 真的 OK 而且甚至可能更超過 所以啊 有些人的工作慢慢就會 慢慢就會 呃 他不是說消失啦 只是說慢慢的會縮減 OK 那這當然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其他當然 相關的教學經驗應該還算豐富啦 我教學經驗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程式設計經驗超過三十年了 對理事有認識也超過三十年了 OK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給各位一些經驗分享 好 不管說我什麼都知道 但至少 可能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花的力氣其實還蠻多的 好 而且其實我的興趣就學習了 我還蠻喜歡閱讀的 所以我給你們的東西就是 我已經經過閱讀 思考過的結果 我不是說我今天我正來去看書就好了 OK 我只是告訴你 我做完了 我發現哪一本書裡面 哪一部分其實是講的最好的 而且那講最好的 還不是說 那是他的 我還要一直把它融入一半 變成我自己的東西 OK 那才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得到一些獎項 這就跳了 趨勢先鋒獎 那我的證照三十幾張 這個大概也就大概跳一下 那另外的話 我們這個課程 有一輪參考書 如果你想要完整學習 建議 還是可以再把書買來參考 一般電腦書 不是這樣也從頭看到你 其實看重點就好了 或者你需要把它拿一張字典一樣 等於是參考就OK了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像現在的書 為什麼不能做一些 有畫面有影像 甚至我發現線上教學 可能還比較有吸引力一點 或者說有一些動作 不然的話 你說書裡面文字敘述 有的時候其實還蠻難敘述的 坦白講 比如說某個動作 它有連續的敘述 那用文字敘述 真的很難敘述 倒不如我做一遍給你看 你就大概知道了 或者說 現在看書有時候 常常看 一半跳後一個 中間 你不知道他到底做什麼 結果就OK 我說我自己看書 學的 尤其是那種比較堅設的 像城市類的東西 真的你要自學會學會的話 那真的你是天才的 OK 好 那其他地方還有像 剛剛是書女分析表 那下一等的話 是跟函數有關的 OK 那其實我覺得 函數要學得好 就是剛剛你不斷拿範例來練習 就知道 可是看一個問題 你用哪個函數做 是最好的 馬上一眼可以看出來 那表示你是OK的 那因為你線上裡面 總共有多少個函數 都會知道 那250幾個 OK 所以喔 你可以把250幾個函數 大概都掌握的話 那應該 大部分工作應該沒問題 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 把250幾個函數 快速掌握 一些訣竅 因為後面 我會再跟各位分享一些幾點 主要就是 不是要死背那些規則 而是 你要會用那個函數的 它的相關的邏輯 它有固定邏輯 比如說你給什麼東西 它上面有訊息 你可以看那個訊息 你給對的資料 它就會自動把 你要的結果 吐回來給你 那你把它接收到 看你要怎麼做後續的 OK 會有一些技巧存在 OK 那這本大概給 其他的就比 別的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工作 更加快速的話 甚至下一個階段 也許是AI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相關資料 會放在那個雲端 其他補充資料 所以 待會的話呢 我們 請各位就先幫我開啟 那個 第一個範例 叫做電信業的那個 會員手機號碼 這個題目 OK 那 請各位先開 然後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 就是把那個 手機號碼幫我串接 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話 主要可以用串接之外 還可以再加上什麼 把它變成三碼 那三碼的話 可能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所謂的 TESA函數 OK 這一體的話 蠻多都用TESA 那TESA函數相當相當的重要 如果你之前從來沒用過的話 那表示你其實 不是真的會用於SAL 因為 這個函數其實是相當重要 很多 在工作上面 如果你不會用的函數 是解不出來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當然如果你會用的話 很多的問題 就非常簡單 那它主要的用力 就是說呢 如果你現在 看到什麼資料 你要把它取得的話 OK 那其實最大 關鍵就是 懂得使用 TESA函數 就可以了 OK 這還蠻常的 有學員問我那個問題 為什麼我看到的 跟我抓到的不一樣 很奇妙耶 那你應該要知道 TESA函數 這個問題 就不會是問題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F欄 把這個範例打開之後 幫我練習一下 先做一下F欄 待會再來做那個 這個D欄 那我們有D欄的資料之後 再把它做成 所謂的那個 這個這個 孫爾菲希表的那個 這個統計 那最後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就是長這樣 這筆效機 OK 統計一下 到底我會員佔比哪個最多 到底是七年級生嗎 還是五年級生 還是六年級生 他用十條圖 當然這邊其實 甚至可以把它做百分比 做個圓形圖 就好了 看比例哪個最高 把那個比例最高 拉出來 這樣不是更好 有沒有更清楚 就老闆問你 你的客戶 哪個年齡層 占比最高 OK 你會馬上做出來 我感覺 我印象中 這不精確 你會拿一個 精確一點的數據 或者說 你的性別的占比 或者是說你的潛在客戶 也許你該把什麼樣的資料 也許可以把它做個進階分析 從而可以推估說 哪一些人的需求 是最大的潛在客戶 利用這種方式可以找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剛剛的這一題 先打開 待會我們再來看